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牛建筑网校 大家打开铝板加工木墙 然后第五个文件夹 木墙行业的重点知识 我们第二个 大家先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我已经打开了 大家点文件打开 然后打开以后 你会发现我们 你会发现这些呢 它是隐藏的 我们说我教一种方法 就是你不需要理解这个过程是什么意思 你只要知道怎样把你的东西套进去 然后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因为有很多人时间比较紧 然后他只想把工作中的一些重点 学会套用就行 好 我们首先打开以后了 但是你要了解 光是后部的机体知识 这些灰色的是代表隐藏的 白色是代表没有隐藏 当你会发现这个试图中 没有出现任何东西 这个时候呢 你要把这个点掉 然后你点掉之后呢 就是不要按下去 不要按下去了 你会发现现在有东西出来 是吧 有很多东西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 有的同学就是不小心也没有找到东西出来 他关掉的这个依然没有找到东西出来 这个时候呢 大家呢可以点这个 点右键 点右键点两下 点右键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显现在你的面前 我们先切到顶时图 这样可以双击放到顶时图 然后呢 我们是把这个面板呢 我们这个案例是讲 如何就是标注你的这些板块 这些板块呢 你会发现 同样的板块 它的编号是一样的 你看F107 这个尺寸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尺寸呢 它的标注 标注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标注完了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列表 把所有板块的这个边场都求出来 面积求出来 然后有同样板块的 比如说这个有36块 F103有36块 它已经统计好了 然后这些板块呢 它是没有 折边的 然后呢 我们出架构图呢 就是把这个折边 这是距离为25的折边 进行一个加上 然后 如果说你设计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设计了一些板块 你如何来 导到这个程序当中 当然这些点呢 我们可以 给它进行一个隐藏 大家可以发现这些 你隐藏 我教你怎么隐藏 宽选 然后点滚轮 给你的滚轮啊 这蒙着眼睛就是隐藏 它可以隐藏 这些点 这是一个过程 你可以把过程进行一个隐藏 隐藏 来学会一下隐藏 然后不必要的东西呢 你都可以把它进行隐藏 你只需要最终的结果 然后大家会发现这个上面 上面上下的呢 可能是 你看 你选中的东西 它会呈现绿色 这个你要了解 你把它隐藏 蒙着眼睛 你先这些 你可以把它隐藏 这个接着是这一个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里有些点 你看 这个是代表点 你可以把它隐藏 点滚轮中间隐藏 大家学会隐藏 这些白色的就是 显示出来的东西 好 这个是直接套用 好 如何套用呢 就是比如说 以后大家 比如说设计了一些模块 我来稍微画一些模块 你怎样去得到这些表格 比如说一些面 好 我正列一些面 我就设计 设置一些 正列 比如说这里八个 端点 物件锁点 端点 这样 正列一个 然后下面呢 我再复制 然后呢 我把它进行一个缩换 把这一个 缩换到这里 然后呢 再对它进行一个正列 对它一个复制吧 因为这个就小一半了 我再复制一起 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缩换 然后呢 再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呢 我再对它进行一个缩换 就是说每一个呢 都有不一样的大小 是吧 然后这一个呢 好 我再复制一些 就是模拟一些了 因为你做的板块 因为你做的板块 可能也是这样 是吧 把它拉长 然后再复制一些 然后呢 再把它拉长 这样就会有一些 不一样子性的大小 然后这是你做的一些 犀牛的一些面 我把这个结构线先隐藏一下 这个属性里面隐藏结构线 好 这是你做的东西 现在呢 你要出这些加工图 你要学会如何套用 然后呢 你首先呢 就是你可以从这里 拉一个面 然后呢 给它从命名右键 比如说你要命名为自己做的 改一下输入法 设计 1 点一下这个油系统 它就变成设计1 然后呢 把这个1去掉吧 就设计 然后这个是橙色 代表里面没有东西 你这样判选 然后呢 右键 给它进行 点这个 给它进行辞取进来 你会发现辞取你选中 它会呈现什么 绿色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一个了 把这个替换一下 比如说这样 结果 然后这个 结果呢 然后你会发现这些编号呢 是不是就 你看这些都是F F03 设计 F02 01 03 02 然后02 F02 然后这一个呢 你也可以 这个呢 你就接到这个前面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板块 这个7块16块 等等的 然后就出来了 就是4条边 然后它的这一个 折边呢 是25 全部的加工图也出来了 如果说这个折边系数 你要修改的话 我们就 把这个25 改一下 这个25在这里 比如说你把这个 直边系数 那大 那74 它就变成了74 它就匹配到了 你所表达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这个是 往外偏移多少 看到吗 这个数字 这个框框 看 然后其他数据的话 那么这个数据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数据 我们调一下 看 你会发现就是把这个标注啊 标在的位置 标在哪里 如果是标在这个 零 那零就在这个外面 是吧 这零到一 零到一 这样的一个之间 零到五大概就中间 而就实现了 你不懂 你也可以 不过大家一定要 这个最好用犀牛5.0 然后再装上 这些插件 因为有的命令 是这些插件里面的 比如说 你按Ctrl Out 你会发现 这个命令呢 是在这个插件里面 如果 你没有得到这个插件 这个命令就会丢失 就会出现爆红 爆红的话 就 你这个程序 已经用不了了 是这样的 所以 出现红色的 你就用不了了 好 如果你不小心点上了 这一个 你会发现 啥都没有 好 大家注意 把这个 然后得到你的一些 加工数据 那么得到这些加工数据呢 你要把它导出来怎么办呢 就是变成CAD或者吸牛的文件 比如说 这一个 你看一下 点算这一个 按下去 你就知道 每个命令是代表哪一个了 你会发现 这个呢 就是代表写编号 然后这个编号的尺寸大小 可不可以调了 这个是可以调的 它大一点 是吧 它小一点 这个都可以 因为这个比较小 你不能调到Pype 然后 你把这个文字 右键 贝壳 它就到 它就到信用里面了 看到吗 文字 如果你没有贝壳 它就不会在信用里面 然后这个 你看 你在信用里面是选不动的 你只有 选中它 然后右键 这个右键一定要换在图标上 不要换在这个文字上 右键 贝壳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也出来了 这个有重复的线 重复三个线 那你可以删除重复的线 在这里 删除重复的数据 这样 它就不会有重复的 分子 然后这个是可以搞到CAD里面 然后接下来 还需要贝壳什么 比如说贝壳这些 这个就要贝壳的多了 首先 是 这一个 加了这边的 贝壳出来 线 已经出来了 贝壳了 它就会到犀牛里面 然后这一个呢 是 然后还要贝壳哪一个呢 这一个 给它一个方框 贝壳出来 所以你是要打印出来给工厂的功能 加工看 然后这些标注呢 然后这些标注呢 你也可以贝壳出来 然后这些标注的大小 然后这些标注呢 然后这个是铝外 这是大小 这个你自己去调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一个 测量幅的 你要贝壳出来 然后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你看一下 看这把文字选择大小 这90度 其实都是90度 这个 因为我做的是比较贝壳 这一个是 折边的标注 我看一下 还有哪些需要贝壳出来 这个如果你想贝壳出来 也可以贝壳 这个 好 大概 这个 这个 贝壳出来了 贝壳 好 就得到了你想要的所有的数据 好 然后这些数据呢 我们 因为 你在犀牛里面 酸鸡这里可以变小哈 你在犀牛里面呢 你会发现 什么呢 发现这个显示的特别的小 这些尺寸 所以你要改一改 点这个齿轮 大家学习犀牛要有个问题 就是答案的一个思维 这个是什么呢 叫犀牛选项 你又选择他选择大与小的东西的权利 关于犀牛选项 有很多你就可以选择 选择单位的权利 选择 试图 外观的权利 你都可以进行一个改 比如说你在试图当中 你可以单击最大化选择 就是点一下 这个就 就半大缩小 然后你选择尺寸 你看哪个 应该是注解最接近 哪个 只剩标注 把它点下来 中间的 这是default 默认的意思 默认的这个文字高度是1 我们改成 预览一下 确定 依然没有改观 我们再看一下 你现在标的它会有变大 再来 我们可以高度20 确定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文字没有变大 20 改成15吧 然后我再来进行一个标注 15的话差不多 然后这个已经放不大了 我们可以重新back一下 你先把原来back的已经放不大了 我们可以进行选取 选取所有的尺寸标注 我们把它删除 重新back出来 因为太小了 然后我们再从这里 找到这个尺寸标注 再来back 那它就变大了 这个也 所以你要先改大 你会发现这个原来这么大 你back出来这么小 这back就跟心牛里面设置的有关 然后现在就差不多大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是这一个电池 所以你呢 中间是什么意思 你都可以先不用了解 你有了我们的文件 直接可以拿来用 好 这个案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说你要学会 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看后面的更加深度的过程 你慢慢学 如果你工作比较忙的话 你就先套用 那你想公开的原理呢 你就把我后面的课程全部看一遍